哈喽你们好我是小杰 今天呢又收到了一位大号给咱们投稿这个冰魄跑这个广寒先进啊 跑法的话起步没有断空飘了啊 跑法也是相对的简单很多 那有冰魄的玩家呢咱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地图的一个跑法 现在机甲车呢在这张地图好像跟这个冰魄的一个最终记录差了个三秒多左右 他这一个跑法呢是在这里使用了ECU的 而大部分的一个赛车呢都是在前面的一个大飞跃点的时候使用ECU的 而冰魄呢却改变了跑法这样会更快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但是大佬摸手跑法的时候肯定也是尝试过这两个地方使用ECU到底哪一个会更快 哪一个收益会更高 你们觉得冰魄这个ECU释放点到底合不合理啊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哟 看了冰魄这个跑法我想起了竹心者那一辆车啊 特别的流氓在这一张地图呢也是跑得非常的快 而竹心者利用特性有些地方能够延迟很远的一个氮气 而冰魄的特性呢可以做到平地延续很长的一段路 那这样说好像比竹心者更强的样子哦 而竹心者触发了氮气延迟过后呢有一个每秒自动的一个机器 可冰魄呢他好像对集气这方面并不感兴趣啊 你们说冰魄他缺氮气吗 他并不缺 所以我感觉竹心者好惨啊